有农业的脸书粉砖日前因为评论进口弹问题 自称被不孝人士恐吓家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决定停止更新关闭粉砖 而在26号晚上呢 粉砖的版主就透过了媒体人黄阳明表示 自己被盗用信箱 寄炸弹恐吓电邮到总统府跟地检署等机关 这个信呢内容写到 我在总统府装了定时炸弹 下午三点会爆炸 个人住址栏则是写上桃园市警察局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李玉禅也证实 总统府的民意信箱的确有收到恐吓邮件 目前已经报警处理 全案交由检警研办当中